中國立水市委理論學習中心組召開會議 深入學習領導人習近平思想 重要場合卻不見市委書記胡海峰 胡海峰最後一次公開的現身是在九天之前 二零二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七號 這個月四號胡海峰沒按慣例現身主持 隔一天更有網友發現 微博搜尋他的名字 沒有顯示任何內容 顯示網關已經把胡海峰列為敏感詞 種種被消失的跡象顯示 他恐怕步上父親後塵 淪為官鬥犧牲者 身為前總書記胡錦濤獨子 胡海峰2018年6月升任浙江立水市委書記後 好幾度傳出升官 習近平科學思維方法是馬克思主義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有機統一 曾在鏡頭前狂吹捧習近平思想 只是隨著二零二二年父親被駕離二十大現場 胡海峰試圖屢屢屢碰壁 比如大連市長鄭州書記 福建省委組織部長等職務 最終都沒兌現 更有港媒三號報導 胡海峰返回北京進聲民政部副部長 但如今看來一場空 整肅謠言甚囂成上 還有專家爆料中國紅二代達成共識 醞釀推翻習近平 胡海峰是否因此遭到清算 引發議論 在習近平藝人專制下 血腥拳鬥未完待續 三立新聞 楊俊宗報導